严亚伦遭撤销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意外事件引发广泛观众 台湾艺人严亚伦遭指控强制性关系及偷拍性爱片 引发轩人大波 他曾在2022年获得国际青年商会颁发的 十大杰出青年奖光荣的灯泰领奖然而现出 经他面临着违反台湾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的指控 该法规规定拍摄或制造设计儿童或少年 得新影像将面临一年至七年的有期徒刑 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国际青年商会已经宣布取消严亚伦的 十大杰出青年荣誉 该商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严亚伦的行为明显违反了作为 十大杰出青年所应具备的高度品德标准 引发了社会上的负面观感 因此他已不再符合该奖项的当选标准 喜欢我的报道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加订阅开机小铃铛哦 我们下期再见